热烂烂的小米13T Pro到手啦 今天真的是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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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興奮了 终于等到了我们期待了19月 就是差不多一年吧 这个小米13T系列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 那這個系列呢從前幾代啊 就是很有名的安挫性價比之王之一啦 因為啊它不單單是性能強大 它的相機呢也是不含糊的 那我呢先來給你們報一下這個小米13T系列的想像價格吧 那小米13T Pro呢是有三個規格的 最低呢是從2499馬幣起的 這裡呢給你們打算那個價格啦 那這個價格啊真的是讓我非常非常的意外驚喜啦 真的是我覺得只有小米啊能夠打小米而已啦 當然我們也少不了小米13T的價格啦 價格呢是從1799馬幣起的 這裡給你們看一下 那它們的價格呢這麼看呢是很香 但是呢回到現實啦它到底好不好用呢 遊戲啊日常使用啊拍照啊等等啊 這一些情況的時候呢到底體驗是怎麼樣的呢 下面呢就來給大家快速的開箱 還有就是聊聊小米13T Pro啊在各方面的實用體驗啦 有缺點都會跟你說哦 首先呢讓我們來談談它的設計吧 小米13T Pro啊跟小米13的設計 欸有一點類似哦 但是呢認真在看呢13T Pro呢 並不屬於小米13的那種小巧類型啦 它是屬於standard的尺寸不大也不小啦 那13T Pro呢一共是有三種配色啦 綠色啊黑色還有藍色的 黑色還有綠色呢都是採用由康尼大心晶玻璃5 來保護的這個玻璃背蓋啦 那這個玻璃呢是有效防刮防暴的同時呢 看起來其實也是很高級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呢 玻璃背蓋會比較沾指紋一點點啦 但是呢整體的配色設計啊 看起來還是很有質感的 而這個藍色呢就是酥皮的版本啦 我跟你說這個顏色真的實在是超美啊 酥皮的手感呢也相當的出色 也不沾指紋的 而且啊如果你選擇酥皮版本的話 偷偷告訴你哦 它還會更輕一點點哦 只有大約200克左右啦 那此外啊這個小米13T Pro 這個偏圓潤的這個直角啊 讓整個臥質感呢非常的舒適 還有一個必須要提的亮點就是呢 13T Pro這次具備了 旗艦機手機茶油的IP68級別的 防塵防水功能啦 所以你不需要擔心啊 意外噴到水的問題啊 或者是下雨都不需要擔心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非常重要的性能吧 小米13T Pro啊配備了強大的天機9200加的這個處理器 還有呢 LPDDR5X內存 還有UFS4.0的快傳輸內存啦 那這個處理器啊 不是不知道 一試才發現 欸也是很給力哦 這裡給你們看看啦 它跟我手上的這個 Samsung Flip的這個 Step-Dragon Agent 2的這個跑分 對比一下 欸意外的是呢 天機9200加並沒有差太多哦 反倒呢是跟小王八弟二代呢 是還蠻接近的哦 那從跑分上來看呢 欸我們就可以知道啦 主流遊戲呢 基本上呢是難不倒塌的咯 我們就先來測試一下王者榮耀啦 那王者榮耀呢 國際版本最高只支持60幀率啊 基本呢 打完三場呢 都還是在59到60幀率之間的 並沒有任何的卡頓 也沒有發熱的問題啦 而這個原神呢 30分鐘遊戲下來 平均的幀率呢 是在59幀率 雖然呢 它是有一點點的發熱 但是呢 這個性能表現呢 還是達到了旗艦的水準的 在這個價位來說 Good 對了 13T Pro啊 並不支持記憶卡擴充哦 所以啊 需要搭內存的朋友 記得記得選擇 比較高配的版本哦 那我覺得這次 小米馬來西亞真的是很放大膽子了 直接把最高配的這個版本 16GB內存 還有1TB的存儲空間 帶來馬來西亞了 那我覺得這麼大的內存呢 真的是完全可以滿足 你我的這個 多多需求啦 包括多任務啊 就是多照片啊 多視頻啊 多APP啊 都沒有問題了 完全不用擔心 不夠內存的問題 真的是很爽的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它的屏幕吧 那小米13T Pro啊 它配備了一塊 6.67吋 1.5K的 144Hz AMOLED 直面屏哦 那這一塊屏幕啊 並沒有支持 多項的刷新率選擇啦 它只可以選擇自適應啊 還有就是自定義60Hz 或者是144Hz的 也可以選擇 就是哪一個APP啊 你想要開高刷 或者是低刷都可以的 但是呢 按照我個人來說呢 基本上都是 不管3721 直接設置最高144Hz 還有全部高縮的APP啦 那這個直面屏啊 不僅在遊戲的時候啊 表現出色 平時滑動的時候也非常的順暢 也很適合啊 喜歡看劇啊 看電影的朋友 那我覺得屏幕下的這個指紋解鎖的位置 雖然是有一點點低啦 但是呢 它好在解鎖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一碰就開了 所以啊 它並沒有帶來任何的困擾啦 那雖然呢 邊框不算超窄 但是呢 這一塊屏幕的色彩啊 是鮮艷的 也是細膩的 拿來看Tiktok啊 或者是刷購物網啊 看東西啊 都是很爽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字體啊 圖片啊 都是非常的清晰 對著這一塊屏幕 這次也搭載了 現在我們這些用戶啊 都很需要的 護眼功能啦 2880Hz的超高頻PWM調光 即使啊 是在比較暗的情況下 使用呢 也不會覺得眼睛很刺眼 或者是覺得眼睛很累的 去對我們的眼睛呢 是有一定的保護啦 而這個亮度方面呢 它最高達到了2400nits啦 那我嘗試了在太陽底下 或者是在比較亮的環境之下呢 也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屏幕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的實用啦 在外面拍照啊 或者是看手機呢 都非常的升心啦 那此外呢 它還支持Dolby Atmos的這個音效啊 還有雙立體揚聲器的 帶給你比較震撼的這個音頻體驗啦 一起來聽看看吧 那接下來呢就讓我們來聊聊它的相機吧 做一次呢 小米13T Pro 是來勢兇兇哦 它的相機可是配備了 50MP OIS 還有24mm的這個萊卡組相機哦 那這個組合啊 其實是蠻強大的 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一些小伴來說啦 這裡呢給你們看看它的樣張 那看了這些樣張之後 你們覺得它的拍照效果怎麼樣呢 那我先說說我的吧 我個人覺得呢 它最有趣的還是它的這個獨特的這個 萊卡濾鏡啦 尤其是這兩個經典的濾鏡 萊卡Vibrant啊 還有萊卡Authentic啦 真的是可以隨手在哪裡呢 都可以拍出有藝術感的照片的感覺啦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邊緣真的是不一樣的 對了 記得關注我的臉書還有我的IG啊 我遲一些呢會分享更多 從這個手機拍出來的樣張啦 當然了 如果你想要看就是視頻的拍攝等等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到時候會拍的之後呢 在臉書還有IG跟你們分享的 記得關注啦 最後就是不得不提的是它的充電啦 那小米13T Pro呢 這次還有了5000毫安的大電池 而且呢它支持的是120W的神仙快充啦 19分鐘呢就可以將電量充滿了 那這簡直呢就是拯救了這些充電焦慮的我們啦 但是必須提的是呢 它並不支持無線快充喔 而其他的比如NFC啊 WiFi7啊 Bluetooth 5.4啊 5G加5D的雙卡雙待啊 X軸線型馬達這些呢 樣樣都給你了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用戶啊 那我覺得這一台手機對你來說呢 絕對是非常的頂配 而且是綽綽有餘的啦 那如果啊你是一個預算充足的遊戲玩家 那你可能會優先去考慮這個 Snapdragon的旗艦處理器的機型啊 但是呢想想一下 如果你預算有限制的話 然後你又很想要有一個全能 性能又好的手機的話 想打遊戲啊拍照啊 樣樣全能的 真的不妨考慮一下 小米13T這一個系列啦 尤其是它的這個中配啊 還有它的最高配的這個1TB的版本 我真的可以大大聲的跟你們說 它是目前馬來西亞最香之一了啦 好啦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點贊還有訂閱支持一下我的小頻道啦 當然了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留言問我的 我有時間的時候一定會回覆你們啦 那接下來也會給你們帶來更多精彩的內容 記得關注咯 謝謝觀看今天的分享啦 我們就下期再見咯 掰掰